總統馬克龍 馬克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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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馬克龍更坦率承認 對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我真的想煩死他們 所以我們會繼續這樣做 直到最後 這是我們的策略 不過 馬克龍更坦率承認 凡死未接種疫苗者之前 反對派的議員就先被激怒了 不僅要求馬克龍作出解釋 更中指了 原定1月5日進行的 對疫苗通行證新發草案的辯論 這項法案將強制人在進入餐廳、 戲院或乘坐火車時 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法國是目前歐盟國家中 疫苗接種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有近90%的12歲以上法國人都接種了疫苗 路透社認為 馬克龍計劃4月前競選連任 而他相信很多已經接種疫苗的人 對沒有打疫苗的人心存不滿 因此利用這樣的言論 去爭取已接種疫苗者的支持 1月5日 法國單日新增的中共病毒確診個案 首次突破30萬宗 達到33萬2千多宗 而再多246名患者不治 法國政府5號表示 中共病毒確診人數 未來幾天將以超音速繼續飆升 為揭子疫情擴大 會將數個海外屬地 發佈衛生緊急狀態